來 主席在場委員先進 蘇院長領導的行政院團隊 媒體鄭雲先生 昨天的人為事故造成電網跳脫 全台大停電 民眾苦不甘言 儘管如此我仍然要向 我們第一線的工程人員為了 付電送電的辛勞 跟你们表达慰问之意 也对包括第一线的警销救护人员 维持民众生活的紧急事故的正常运作 而跟你们至上敬意 但是话说回来 这次的大停电 除了工业用户遭受损失 可能停止生产之外 一般的家庭用户 因为间歇的停电送电 也造成了电电的损害 先不谈这些 单单是最辛苦最弱势的农渔民 我们屏东许多的养殖业者 大家看到吗 这些鱼都冰毒啊 水车没上电 鱼就冰毒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能不能说 这个养殖业者不就有自己自备不断电系统吗 这种算是有自备发电机 他们要补充燃料的时候 到中油去加油站 就发现台电中油了 因为断电 他也没办法放棒舞来供应加油 这样的情况显示我们整个国营事业 公共维生系统 在整个横向应变突发状况 并没有做好的整合 没有电 没有油 没有通讯 人民的生活怎么办 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们行政院 立即折成农委会进行 包括水産养殖业者 他们的损失调查 而且因为这不是天灾 农委会没有办法进行救助 所以必须回归到经济部 回归到台电 做用电户的损害 的一个补偿的方式来进行 尤其是农委会过去 因为天然教救助办法 没有养殖登记证 一概不救助 这时候不是 这是用电户受到的损害 我们行政院不能以渔民农民 他的未符合农牧的放养登记 就拒绝他的损害 一个补偿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提醒行政院要来做专案的救助 那为什么要回到专案救助呢 因为目前台电的营业规则 明白的把这个自己视为是一个制造商 他在卖电 他在发电 他也忘了 他是一个输配件 因为在电业的改变之后 发电受电 不是台电的独揽业务 输配电 它是一个服务业 服务不中断 就是台电的责任 你不能说以给付不安全 只是规避了你的减价 规避了你的优待 而是要对用户所因为送电瑕疵 造成损害进行赔偿 在这里我们看到 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时候 俄罗斯是主攻攻击他们电网 那因为我们目前电网的韧性不够 国家要加强投资 如果担心我们的财力不足 其实目前民间的资金相当多 乌克兰都发行了战争公债 也敬请我们财政部行政院考虑 国家防卫资金 来募集民间的游资 来进行台电电网的更新 除了发电装置 除了绿电 除了储能设置之外 我们国家要赶快为未来 可能潜在的战争风险 为我们自己做好全民防卫的准备 谢谢中委员 继续请陈委员以信号